卢少基是新西兰侨民 在中国投资160多亩 塔斯曼科技园现代农业项目 建设了6000平米的组培中心 及15000平米 中国最高标准的 单体面积最大的 现代化智能温室 因为我们对中国经济 充满信心 中国经济首先 我们有一个人口市场 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 国际政府或者中央政府 对一股创新创业的 这种真心和意志 不停的创新改革 在很多方面 都能够想到前面 走到前面 古籍化的一种生物技术产业 就是目的就是要把 指珍贵药材平民化 指珍惜物种常规化 更好为人类健康服务 为全世界的放者服务 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 我相信我们公司的产品 能够逐步的 有计划来走向世界 山海家国梦 丧子固原情 五百年相应不改 新时代客家精神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他们就很希望 如果整个规划起来 这边就全部 您看这么多房都已经锁了 大家都出去了 对吧 那就可以给它改为民宿 然后再稍微一个休整 可能就是解决洗手间方面的问题 这里是福建省龙岩市 永定海拔最高 规模最大 被称为布达拉宫市 土楼的延泰土楼群 其中直径八十四米的圆楼 福胜楼 是当地最大的土圆楼 被中国农业部评为 2014年中国美丽田园 急剧内游开发前例 像我们有一次带团去丹麦的时候 所以正好我们在那个 那个叫那个什么 美人仪像 美人仪像那边 然后有个丹麦的 有一对夫妻 然后正好也在那边看 他说你是中国哪里的 我说福建的 土楼您知道吗 他一听土楼我去过三次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 到土楼去了三次 他土楼特别棒 建筑也特别的雄为 然后那一个 他是有一年是在台湾那边 学习中文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来过 然后后面回到了丹麦了以后 又带了朋友 再次来到了我们这个 武丁土楼 从业二十年的黄秦珍 从业二十年的黄秦珍 和丹麦的总经理 近几年随着龙岩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 他的业务转向海外市场 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拓展 这边还有那个 对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展厅 年龄大的回来了 他们喜欢带这一些回去 保堂内的考虑全家人的 那我们现在这几年 一直都是在走年轻一辈的 新侨民就后代 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学生 这些他们会来 那他们不会去考虑 像父母亲长辈一样 考虑的那么长远 他喜欢的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也考虑到了 像我们因为我们的品牌名 是有理的 涵盖的年龄段 可以说是从小到大 那我们也会开发出一些 比较适合年轻人口味的一些谈命 这是百香果果 对 像在包装上 那我们也会倾向于 年轻人的那种视觉上 我们会比较一些鲜艳的色彩 比较年轻的这种卡通的元素 设计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对海外的这些 年轻的新一代的侨胞 他们也会非常认可